來 聽聽這個大現場 錢格奎告上了前總統 要不要兩個人到新台灣加油 公開辯論啊 聽聽這個大現場 我是講說馬英九你 你自己出來面對啊 他弄一個發言人隨便講一講 所以你們也相信啊 他如果那麼有信心 你知道馬英九的 馬錢中的個性啊 他如果 異正言辭啊 他理直氣壯 他就會出來 出來回應啊 他都不敢出來回應 找一個隨便一個 辦公室的人出來回應 你們還相信嗎 我們在2009年的4月24號 衛生署有特急件 給我們台北市政府 讓我們立即封院 事實上呢 台北市政府 原來已經有做了準備 我們特別參加了 行政院由副院長 林信義先生主持的協調會 那麼我們的副市長 歐敬德有參加 衛生署長 突警察也有參加 共同達成意見之後 在行政院召開記者會 發表這個共識 所以這是一個台北市 跟中央有共識的一個決定 而且這個決定證明呢 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將來這個社區感染的程度 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很幸運 那時候做了這個決定 我當邊有很多資料啦 不要再講啦 要講他就越老闆啦 我跟你講 4、4、4 禮拜四是宴會 他沒有講 第二天封院 我也不知道 封院才知道 知道我們就緊急處理啊 他剛開始說 說我們都沒有告訴他 我們覺得很詫異耶 他的副院長召開了會 他怎麼都不知道呢 這恐怕他自己要檢討啦 覺得現在趕快去 像薯桃的問題這麼嚴重啊 他們怎麼有這麼多時間 來打口水戰呢 這一點我非常不以為然 他封院以後 我就找他到官邸啊 然後有時候困難 全部幫他解決 然後對外 我們都沒有透露半個消息 你可以回頭去看看 那時候我們怎麼處理 那每天都通電話 那我又去透露一點說 台北市哪裡做 哪裡該做怎麼做嗎 沒有啊 我們現在是這樣對待他 要有一點良心 馬前總統 你出來講一點話吧 那你如果一拗印拗的話 我就把我的資料拿出來 我們最近講和平醫院 經過十七八年 我們進步是因為負了代價 可是你如果回頭去看 過去一年的節目 各家的報導 我們很少拿具體的 像邱淑提出來檢討他沒有 因為沒那個時間 第二個 坦白講他如果保持反省的態度 我們也不願意再去掀這個蒼發 這個事情怎麼燒起來的 是從邱淑提開始指著 防疫指揮中心說你們沒有邏輯 造神 你們弄不好 然後他還提四點建議 包含他一直要求封院 而且他封院還堅持是不進不出 我聽到傻了 你當時犯的錯 不反省 害死了三十一個人 現在不認錯 還要指導人家造你那一套 當大家把當年歷史回顧給他的時候 他又說人家在什麼出征他啦 獵巫啦 甚至於馬辦的辦公室主人更好笑出來說 不要再噴政治口水了 誰先開始的 你們開始 當時有幾件事情 2003年 4月22號 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 七個還是八個的樣子 那這個時間點 請他記起 4月22號往前 請大家推到11 13 15 16 我再告訴你這四天代表什麼意思 往後推 他到第二天第三天 4月24號 那一天宣布封院 然後現在馬英九跟邱淑貴還在爭執說 是誰下決定 到馬英九自己接受公共電視台 自訴的表述 那個決定就是你做的 你是在4月24號早餐匯報做的 然後衛生署的公文 電子公文是10點到 可是秋俗題9點就到行政院會報告封院的決定 所以你做了這個決定 那附代價是不是因為做的決定 不止 是因為那是一個粗糙不負責任的封院 沒有分區管理 連基本的口罩都沒有準備給醫護人員 裡面的醫生護士苦苦哀嚎說 我們沒有防護衣 我們沒有口罩 秋俗題第一次回答他是愛莫能住 他的庫房裡面一堆 24號當天封院的時候 他自己穿著密布破風 全副武裝派風裝 那是過了好幾天 過了好幾天 後來美國還帶了 裡面通通沒有物資 美國還帶了防疫人員進去檢視 做了一些決定 我待會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當時那天的封院 衛生署希望你做的事 進出管制 分區管理 備妥醫事及行政人員後 成立前進 就是接管小組 結果他的封院是怎麼封 時間到封 警察把全部人趕進去 有一個跑進去借廁所的 健身車司機 就回不了家了 我們做政治 其實坦白說不怕笨蛋 我們也不怕懶鬼 我們怕勤勞的笨蛋 坦白說 我覺得今天我們看到 秋暑梨就是典型的勤勞的笨蛋 在上個禮拜之前 我們有任何一個人 討論和平醫院責任的歸屬嗎 沒有 我們搞了這個疫情 搞了一整年 大家有討論我們要怎麼隔離 我們要怎麼處理 和平醫院過去是錯的 可是我們也沒有去檢討馬英九 也沒有檢討秋暑梨 是秋暑梨在上個禮拜六 忽然平地一聲雷說 指揮中心邏輯不通 邏輯有問題 應該現在這個布立桃園院 應該不進不出形紅風月吧對不對 他提這樣建議 我們才回頭去看他的建議 到底是對還不對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你說你硬要我說 他們到底有什麼政治判斷 有什麼政治系統 坦白說我還真的沒有 我覺得他們就是想要刷存在感 他們發現說他的好朋友 楊智良發了一篇臉書 然後講個大方抉擇的話 好像領導鹿花蟲 媒體又開始訪問他 好像又重新變成媒體的寵兒了 所以對於秋暑梨來說 進擊失動 他想想我也應該講些什麼話 結果你看整件事情 最荒謬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秋暑梨一邊建議 布立桃園醫院應該封院 一邊不敢承認和平醫院是他封的 這件事情邏輯衝不衝突 邏輯衝不衝突 你看我們其實坦白說 我們是很清楚的 我們邏輯很清楚 你秋暑梨建議 布立桃園醫院應該封院 那我就說了 不應該封院 因為之前和平醫院封院 結果很慘 就是你秋暑梨高了 秋暑梨馬上說 沒有沒有 絕對不是我高 這突醒則講的 你如果都認為17年前是錯的話 你平時我們叫我們17年之後 犯同樣的錯誤 複製17年前的經驗 這完全沒有邏輯 然後馬英九更荒唐 馬英九說什麼 這個逢源叫做 中央下令地方執行 我請問一下 馬英九或是國民黨 什麼時候那麼聽話 那我們美租進口的時候 要不要中央下令地方來執行 好好讓美租進口好不好 我再問了 那個時候彰化衛生局說 要普篩的時候 中央說現在沒有必要普篩 我們把量能留起來 應該做隔離就好 請問中央下令的彰化 地方有沒有執行 沒有執行嗎 所以其實馬英九當時 很多很多跑台北市的記者 都還在線上 當時所有的會議紀錄 還有包含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馬英九的影片 得意洋洋的說 這個逢源是我講的 我馬上請我副市長去告知 聽到沒有 他是用告知 告執行這院 所以這件事情 歷歷在目 結果你馬英九講一句 中央下令地方執行 請問你當時的得意洋洋 你要怎麼面對你當時的得意洋洋 所以我才講 你說這群人有什麼政治企圖嗎 我認為有政治企圖 可是你說這群人有什麼政治智商嗎 我認為一點政治智商都沒有 你這些事情 結果就是國民黨 又重回剑靶之上 觀眾朋友我們要憑良心講 假設今天國民黨 要求楊智良 邱淑莉還有馬英九 自主居家隔離 不要出來講話 請問現在政治壓力在誰身上 在民進黨執政身上 在陳時中身上 在鄭文燦身上 可是你看你出來講話之後 大放決之後 突顯了陳時中的好 突顯了台灣防疫的進步 突顯了台灣17年跟17年後的差別 哇塞 原來我們這個東西雖然有確診 可是比那時候SARS好太多 所以我認為 應該封怨的不是屬立桃園醫院 應該是國民黨 國民黨應該儘快把那些得了 明明政治智商很低 卻又不停的想要勤勞說話的那些人 從楊智良 從馬英九到邱淑莉 到吳思淮等等的人 盡可能的居家隔離 那這個時間越長越好 最好隔離到2024年政黨輪替 或者是總統大選之後 這件事情我認為 才會對國民黨來說比較有幫助 最好隔離到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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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隔離到2024年